Hello大家好,我是龙2 日前丰田官方正式发布了新一代皇冠车型的概念版观图 从图中我们看到新车前脸采用倒梯形进几个山设计 配合非易式的前保险钢造型给人感觉非常运动 在车身侧面新车相较于现款皇冠车型看上去更加大气 比较特别的是新车将三角窗设计在了C柱之上 使得整车的侧面线条看上去更加流畅 据了解新一代皇冠概念版车型将基于TNGA架构进行打造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皇冠概念版的前旋距离前门距离较大 这一设计与其他横置前驱产品不同更像是纵至后驱产品的设计 当然这也只是目前的猜测 至于最终会采用前驱还是后驱还是坐等官方的消息吧 该车将会在10月25日开幕的2017东京车展上发布 并在2018年夏季正式发布量产版 感应的朋友就需要再耐心的等等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散访关注微久的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